大家好,我是阿清 前段时间我拍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农村的一种天然洗粉 洗液 可以代替这个洗粉来清洁衣物 但是好多网友就提出了一些疑问 他们说这个虽然能产生大量的泡泡 但是清洁能力怎么样呢 这果子能不能吃 另外的话,它有没有香味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今天再去采一点这种果子来 亲自试验一下 用它来洗衣服 看下到底去污能力强不强 另外的话,再回答一下网友的疑虑 这种天然的洗衣果就长在这种树上 我现在扎一点下来 拔了一点下来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拿回去洗衣服 这件衣服是干净的 等一下先把这件衣服弄脏 弄脏了之后再用这个果子来洗 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清洁能力 我豁出去了 为了证实它的这个 到底有没有清洁能力 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够脏了吧 我等一下先用水洗一下 不加任何东西 然后它肯定还会残留一些脏东西 我再用这个果子来洗 这样的实验就更有效果 清水洗一下的话 大家还可以看到 它身上还是有很多 这个黄泥巴的污渍 再怎么洗 它也洗不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洗衣果来洗一下 现在所有东西都准备就绪了 那么现在来总结一下这个网友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他说 这个果子啊 它有没有香味 这个我闻一下啊 它一点香味都没有 另外的话 还有可爱的网友 他说这个果子能不能吃 这个东西是确定不能吃的啊 这第二个疑问已经解决了 那第三个疑问呢 就是说 它的清洁能力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试验吧 首先呢 先把这个果子 先用石头把它捶碎 哇 你看 它里面有颗种子啊 这个种子跟这个龙眼的这个种子有点像啊 看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 跟这个龙眼的种子好像啊 上个视频呢 好多网友也说这个果子特别可爱 大家再看一下 的确非常可爱 好像卡通里面的这个米老鼠啊 对不对 炸过的这个果子啊 它马上就流出了一种 好像洗衣液一样的 有点黏乎乎的这个东西啊 看 就这种东西 有点像油 现在所有都把它的盒去掉了 再把它砸碎一点 倒到里面去 那上面的也是有的啊 先把它弄一下 倒下去就产生泡泡了 我先把它揉搓一下 你看 马上就出来很多泡泡了啊 出泡量非常的惊人啊 现在把这个当衣服扔进去啊 哇 这个泡泡量 看一下 太惊人了 这个泡泡 好多呀 哇塞 像洗澡一样 搞点这个泡泡 摩擦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个污渍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有一个污渍 我现在搓一下 看下到底能不能搓干净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点点 然后这里还有一点点 好像的确可以变浅哦 哎 搓掉了 看一下 说是就白了 搓了蛮久了 感觉已经洗干净了 这个泡泡啊 太多了 搞得我都不知道哪里 到底有没有洗干净 因为全部都是白色的泡泡 等下洗出来 就可以见分晓了 这个泡泡啊 实在是太多了 好了 把它弄出来 刚刚忘了说一下 在我洗的过程中 我刚刚说它没什么香味 但是洗衣服的过程中呢 我又发现它有一股淡淡的 这个青槽味 有一点点清香的感觉啊 拿出来 洗一下 你看 第二遍它还是有这么多泡泡啊 好了 这一遍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衣服呢 也洗了好几遍了 泡泡都洗干净了 看一下其他的细节 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这些 黄泥巴了 看一下 这就是洗出来之后的效果 看一下 这边也是 非常的干净 我再闻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残留这个香味啊 它还是有一股淡淡的青槽味啊 说明它的香味是有的 只不过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香味 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再来总结一下 这个果汁它是不能吃的 另外它带一点点这个青槽的香味 最终的话通过这件衣服实验 它是有清洁能力的啊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